早餐营养,吐司热量低于法包,却净易致肥 一原因令孩子越吃越胖 一片片的吐司,或是切成片状的法式长棍面包,都是常见的面包类主餐 而虽然它们同样都是面粉制品,但热量等条件却有一些不同 最近日本营养师,就在媒体上分析,指出两者的营养差异在了 日本营养师近日撰文,表示除了面粉之外,吐司原料还可能有牛奶、脱脂奶粉、奶油、人造奶油、起酥油等材料混入其中 除了制造出口感之外,还让吐司有着较多的水分 相比起来,法式长棍面包就是面粉、面包酵母、水和盐等等而已 尽管脂肪含量较少,但是水分也较少,碳水化合物比例较大,使得同重量的情况下 法式长棍面包的热量是高于吐司的 不过,虽然热量较高,但实际在吃的时候,因为法式长棍面包质地较硬的关系 使得一般人多半都会充分咀嚼之后才下咽 这个动作会刺激体内的阻战,让人容易获得饱足感 所以虽然热量较高,但是法式长棍面包容易吃一点就饱,不太会吃过量变胖 反而柔软美味的吐司,容易两三口就下咽 吃了还是容易饿,让人会想吃更多片吐司或者其他食物 如果想吃吐司,吃得饱又不会过量,可以尽可能挑选切片较薄 以及会有杂粮五谷一类的吐司,并且彻底烤成香脆的状态 就容易满足口腹之欲 至于法式长棍面包,许多人会在放酒变态硬食 干脆弄成类似法式吐司的方式去料理 但这样子就有热量暴增的风险 因此可以用切成面包粒的手法来替代做成其他料理的方式 如此一来就能继续享用法式长棍面包本来的美味 也不用担心吃太多会变胖